念佛感应建文记 十二,念佛能度凶神恶煞 在这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太空时代 若像人说正常的身体 要是冲着凶神恶煞,光木煞等等的煞气 就会即使一命呜呼 那些自夸新晋人物的不但不信 而且出口就是迷信,不和时代潮流 那些佛教徒是否信这些 相冲相煞的事情呢 依我的看法是 宁可信其有 但却不可谗媚击败或求他保佑 若是把一句阿弥陀佛圣号至诚恳切的念 就可以逢凶化吉 欲煞无恙 据此究竟妙法 凶神恶煞早已被一具光明正大的咒中之王 吓得跑去九霄云外了 也许这一句万德鸿鸣的圣号 把那些痴迷不知反的恶鬼神煞降服的心开意解 待夜往生善道去了也说不定 下面且举三则事例来说明 李准联友是方厂班的副班长 住在台中市东区建中街 他家有余屋出租给中联货运航的司机 那司机太太名阿朱 今年31岁 于去年农历12月20日早上到南京路一家洋装店 要把新定制的衣服取回 当时突然听到马路上 鼓越喧天 有人大声喊着 一格的三藏取经来了 有的又说 花圈花车那样多 阿朱在店内听了好奇兴起 也出去看一看 不易只见八个人抬着一口大棺木 阿朱即时打了一个寒颤 口里直叫头疼 胸部如石块压住 即时昏倒过去 那时洋装店的人 驾得赶紧叫了一辆三轮车 派店员一人送去 经过复兴路 魏宝顺医院门口下车 扶着他先请医生给他打针服药 然后准备送他回家 李准连友看见阿朱昏迷不醒人士 五官及爪甲皆成黑色 嗨得大声喊起 阿弥陀佛来就命来 当时隔壁的中联货运员工人等 听人叫喊 大家都赶了过来 只见到阿朱两眼翻白 周身全黑昏迷不醒 大家都说回声无望 有的就打电话到南部 叫他丈夫回来 有的就打电话叫他婆婆来 只有李准连友神色镇定 拿着手中念珠放在阿朱胸前 口中仍不断地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千求佛菩萨慈悲施救阿朱 大约念了二十分钟 阿朱的两眼与皮肤渐渐恢复正常 口说师姑 汝珍是救我活命的大恩人 我几乎被压得要断气 当万分痛苦的时候 你的念珠放在我胸前 又闻阿弥陀佛的声音 身体才渐渐感觉轻松起来 多谢师姑师救 邻居的人 分享阿朱恭喜 能得到念佛房东救了你的大命 否则你三个儿女将来变成没有妈妈的孩子了 据说去年七月 对面那条巷内有一个才十七岁的小姐上街 她是看人出葬回头 来就头痛心寒 医药也不见效 就离开了人间 更不行的是 这位小姐出葬的那天 这条巷的头一动 房屋女主人 她是信外交的 当时她站在门外看 也忽然头痛 同样的症状 医药无效 一命呜呼哀哉 听了邻居的话 大家都向阿朱道贺 这是本年二月间 李准连友来联社亲口对我说的